一句谎言给婚姻投下浓重的阴影 一对夫妻为何猜疑越来越深 愤怒即便为罪恶的冲动 南端的家务怎么演化成了血染的悲剧 致命的谎言 忏悔录正在播出 2007年5月5日晚上9点多钟 遵义士公安局北京路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突然响起 一桩恶性刑事案件由此被揭开 报警说这个在我们北京路赵家湾的菜市路口 有一个父亲被杀倒在那个地方 身影圈 很惨 就是杀在当时那个地方 就是一条巷子吧 巷子就像一条狗就一样 那更一样就是一个狗全部是血 而且他就在那个他这个瓶子上面了 瓶子上面还有一刀 掌在上面 看到他这个人心里非常危险 当时我们就打了一个 第二年那个球队电话 倒在血泊中的 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此时伤势严重 已经危在旦夕 民警一方面将其送往医院急救 一面开始勘察作案现场 但就在这个时候 110报警指挥中心又一次发出指令 说是在距离此处不远的一栋居民楼上 有人正准备跳楼自杀 就说这个贵阳路 贵阳路有一个男子要跳楼自杀 我们有几次准备 看到现在 就是这个男子 已经在往上 往楼上冲 就算我们的 他冲的程度 我们直接采取 采取处施 采取处施 打了枪去控制 一阵争乱过后 这个要跳楼自杀的男人 终于被警方制服 此时围观群众中突然有人惊呼 他不就是刚才那个受伤女人的丈夫吗 跳楼男子名叫董启林 十年三十岁 是本地的一名个体妇 据其事后向警方供述 案发当晚 正是他将妻子刺伤 而后仕途自尽 我一天都哭 哭了一年多 每天都哭 黑了白天都哭 那里是人伤 我兄弟发不来 我们还要问他 为什么要杀他妻子 他就谈到了他们的感情上的问题 此刻 没有人知道董启林 为什么要和妻子同归于尽 尽管从他被抓捕时 透露的只言片语中 人们能够猜出 本案与感情有关 但无法理解的是 这个男人 采取如此惨烈的手段 究竟要发现怎样的绝望 在董启林心中 是怎么看待妻子的呢 他说是没有问题 他不正常是打我的东西 董启林的说法 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难道仅仅是出于这个理由 他就制造了如此害人听闻的案件 在这个男人简单的言辞背后 他和妻子究竟有着 怎样不为人知的尖锐矛盾呢 他们妻子就是为了防备他 防备他就是每一天晚上十架的防疫报道在整个表 办案警官的话 使我们无比震惊 夫妻关系竟紧张到了这等地步 死后的发展也就不足为奇 只是董启林的妻子 为何将他视若仇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2005年7月 一个特别闷热的夜晚 董启林看到两个孩子都已落睡 便产生了和妻子亲热一下的念头 但他没想到 自己刚要凑过去 却看到了吓人的一幕 我觉得我当口的真的 他其实就不愿意 然后他其实就拿大刀 来威胁他 他跟我们的兄弟 好没看到吧 我都在想望我儿子睡在一头的 他都和姑娘睡在一头的 在抢夺这个刀具的时候 不小心然后花的 然后睡着的自己儿子 你想 包括日子联想的 那花的妈的快 包括七八十 现在又要来念想董启林的刀把 那经这个事发生以后 这个大火醉 发生了他们两个矛盾 然后更加切化 这一夜 董启林屈辱和有愤怒 对于妻子求意存在的怨恨 再也难以压抑 事实上 一段时间以来 董启林已经明显感觉到了 妻子的变化 他那种嫌弃自己的心态 早就暴露无遗 像那个兄弟 本身人有老师 可能又有点不差 那个在那个卫生方面 也是地方不差 在间谍的那么一个样子 就是说 努力努化地方 他都是说 我们兄弟 人才撇闹 胖眼臭 胖Q臭 又黑 又臭 他先把嘴巴掌 挨嘴他 在一个我给打点麻将 看到冬起冬起来 然后就打麻将 然后都对家里面不管 然后他想到很烦 打一次麻将 好像两个人打一回家 打一次麻将就要打一次下 反正基本上反正三天 得有两天在操 没得一天 没得一天是过来 行进 他把我坐姿 从三辆摔到六角 他把我坐姿 摇了 摇了一下 打烂 我都摔他的衣服 我都把他衣服 摔到就是 摔到一会 所以他们之间 都会发生了 抓车 我们都不 我们也不爱过问 我们可以过问 你可以过问 那是他们家庭 家庭事情 小夫妻之间的吵吵闹闹 在万人眼里 不过是些寻常纠纷 但只有董启林和妻子明白 矛盾的产生由来已久 这些年来 面对妻子 董启林时常觉得 无话可说 董启林呢 这个一个是真剑的 很少估计这个 就是后来 很少估计这个 这个妻子的这个 这个感觉 这个对家庭的感觉 只想一心地赚钱来 把这个家床床库 没有就估计到 这个夫妻现在 这些语言交流 除了忙于自己的小生意 董启林几乎都是在 麻将桌旁消磨时光 可是有谁知道 她绝不是天生好赌 而是从当初结婚时 就一直憋着的那口气 始终没能吐出来 只有在消遣中 才能逃避烦恼 那么董启林对于妻子 到底有什么不满呢 董启林的老家在四川 1997年 她来到贵州孙艺 经营雕刻图章的小买卖 也就是在这里 她结识了自己的妻子 由于是贵州本地人 妻子的社会关系很广泛 这给出道外乡的董启林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没朋友 来到这个地方 认识一个女朋友 感觉就是丢落在外乡上 有一个衣卡 上次一个衣卡 自己也很帮助 然而 知道董启林准备婚事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才发现 这个女人居然结过婚 只是由于丈夫前些年病故 才从乡下来到城里打工 遭受欺骗的董启林 此时的恼怒可想而知 这门亲事还要不要办 到底该不该娶这个 欺骗自己的女人呢 他们的媳妇 或者说过我们的人才啊 那些啊 反正都比他们 也就是 反正陪他们 也就是 多得有余嘛 也就是我们兄弟 他是不是不愿意 他还是罢了不得 在一起过 说了在史上当地说了 这个婆娘们都没说得成 都没说得成 二十多时候都要没结过婚 他们说 管你妈的逃得起 慢慢想成一家人 想成个家 急于成家的董启林 最终还是怀着不满 和这个女人结了婚 只是 他并没有意识到 妻子的这个谎言 将给他们的未来 埋下一个致命的危险 此后几年 董启林始终生活在 遭遇欺骗的阴影中 却又无处可说 他这个人性格很内向 很多内向的一个人 不多说 如果有条件事 我自己 他踩我们的大麻将 消磨室 后来那个 生的时候 干活 赚钱 然后那个语言交流 是越来越死 所以说那个 作为个夫妻 你说平时没有 那个语言交流 怎么是夫妻 你做你的 我干我的事情 然而 董启林 根本想不到 在麻将桌旁 消磨掉的 不仅仅是他的烦恼 也有夫妻间 本可以通过交流 而增加的感情 祖皇子里面大麻将 大麻将 大麻将往哪里 到了中午 那十二点钟 那次吃环了 他的环住好了 然后韩国回家 韩国回家吃环了 他就砍到 都砍到了 我和韩国回去 回去嘛 韩国的 我那时候熟悉 大麻将 大了小 我那时候想 大鸡 吧 婚后几年 虽然董启林和妻子 生了两个孩子 但双方始终 不冷不热 终于在一个晚上 妻子拒绝 他再靠近 董启林 就心里面 就很不舒服 你 你是我老婆 你别我 你别我 跟他通知 他说你的大麻将 老子都不跟你上去 因为 跟这个老婆吵架以后 找不到这个精神机头 我就出去 小钱 这个家庭 他就已经没有 共同意义了 觉得这个家 就是一个K家 董启林弄不明白 妻子如此决绝 究竟是真的反对 他外出消遣 还是仅仅以此为借口 不想和他在一起呢 三番五次之后 董启林终于被激怒 不管不顾的 发作起来 认为自己的妻子 就是说 反正你是我的妻子 那我和你发生的关系 这是应该的 没有什么你喊过的 大了个人 小时候很早 大了个人 当时阿琴德底下没有 看你有没有出生 然后他现在已经 就是说 对董启林 然后彻底的绝望了 认为就是说 你整天就是在打麻将 然后整天就是去 过那种日子 他就觉得 你董启林 你进来强强 发生的关系 肯定很绝望 会肯定越来越恨他 董启林永远忘不了 那个夜晚 妻子仇恨的目光 刹那间 董启林产生了一种 强烈的恐惧 他明白 妻子一定不肯 善罢甘休 那么这个女人 会怎么报复自己呢 董启林突然感到 不寒而栗 因为恼羞成怒 而勾打妻子的 那个晚上 董启林一直 坠坠不安 他阴影的感到 这场风波 不会就这样结束 果然 第二天一早 他就惊讶的得知 妻子居然跑到了 派出所去报案 报案就是说 董启林 打他 骂他 后面就是我们就把 董启林找到派出来以后 找到派出来 他们进去扶起双方 进行做他 跟他们讲 讲解他们这个 复习关系 要这样去说 而且他就跟他们 宣传了法律 静观的一席话 似乎一下子 点醒了董启林的妻子 于是 他当场提出了一个 让董启林 极为惊讶的想法 他说董启林 他说我们感觉你婚姿 他说我们两个好人 他说我又是谁 15点 你是谁9点 我两个兄弟不好 他说我们感觉你坏 他刚刚不给那位兄弟 他从事不跟着他 他说他要搬出个主 搬出个主 他要说搬出个主板的 他说分开一段时间 大家冷静还可以 我不敢 我说我不敢 我们兄弟们肯定不愿意分成 他现在离开他的妻子以后 他自己找不到自己 自己就是说 或者他那种对象 他就当离开他妻子以后 他很痛苦 他夫妻装好吗 有毛的吗 他肯定是你说你错 我说我对着 我说那么对着他 他即使说你错 我说你的下个矮装 他不欠 那个错 我说把他借回去 尽管在亲人们的反复劝解下 妻子最终还是跟着董启林回了家 但自此以后 他变得越发冷漠 尤其让人匪备所思的是 对于董启林想和他亲近一下的要求 他竟然提出了一个无比荒唐的条件 那几天 好过他们的专来 专来 专来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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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他的口感 我还提要求 如果他是料来 他拿50块钱 给他领钱 然后就当给他一笔消费 他就是我们 我们又不是外人 而是两夫妻 为什么看到钱的事 他的妻子内心出发 就是想通过这个经济 不少 提出这种不合你的要求 让这个董启林 早一点和他离开 对于妻子的这种心思 董启林却毫无察觉 在他看来 这不过是因为自己动手打人 让妻子愚怒未消 说了句气话罢了 更何况 平时夫妻二人都是各管各的账 作为男人 自己帮衬一下妻子 也理所应当 他想的 他在我手里也得不到钱 我找的钱也不交给他 他在编我的钱 我孙女找的钱不交给他 家里开支 两个手机 他一个手机 电话回来了 都是我的 我拿 两个娃人买衣服 身穿海平 他买衣服 他自己又开支都是我 他找的钱还用的是紧的 他找的都是他的 他的成亲 然后他妻子就说 也没有什么手艺 一找不来 经济上一找不来 平时他再来的钱 都是他自己 东西的 他自己掌管 他自己掌管 然后他想的 他其实 想的提出这个 不合理的要求 然后他也认为是合理的 我当时心里面想到 谁家人 要50块钱 要50块钱 反正是谁家人 所以他就想用金钱 用这个金钱 然后用其他的来 挽留这份 所谓不幸福的 这个家庭 这份感情 对于组织维练习方面 他们也得撤皮 所以我们也不好劝他 因为那 实际上我们也不好出面 可以干涉 是吧 他就说 哪怕是不幸福 然后我自己 通过自己经济不算 你要什么不算 我来挽留你 然后取得你的同情 然后取得你的 就是我在你的心目中的认同 他就是通过这样一手段 他没想到就说 要通过其他手段 然后来反省自己 是不是自己平时做的不对 然后就对不起妻子 还是是什么 他没通过这些手段来反省自己 然而 龙麒麟很快就发现 自己失算了 妻子并没有因为 他答应了这个荒唐的条件 而有所改变 恰恰相反 或许是意识到了离婚的艰难 妻子的态度也忽然变得强硬起来 那些朋友啊 我师父啊 跟他讲的都讲不通了 他刚刚要离 还要完蛋离婚 那时候这个事情越淫越烈 让他的妻子就说 纯粹搬出自己的家里 就说不和他住在一起了 你要离婚嘛 也不早点 你搬过了我的亲戚 我的意思 他也要三十七八了 我盘我自己逃不到朋友 想起气 尽管满腹怨气 但离婚的确已经不可避免 董启林只得强大精神 一次次去往妻子 在外面住住的房子 和他商谈如何分割家里的财产 他过来五个块钱 他过来五个块钱 他就想 他说既然我 就说以前那么辛苦 我都能够就是说 维持这个家庭 然后把这个家庭撑下来 然后现在 就是说好了一点 用了一点自己的集训以后 然后你要离我 出走 要背叛我 东西人非常生气 他不好 他都是要他的钱的嘛 他生事要他的钱 他都是没 我好啥 就是说 经过花园 就是说 那个家庭财产分割 那个不是说 你要好多 得好多 你的得得好多 那么你的家庭财产 就是说 你要经过花园的判断 一切似乎都沿着 法律解决的轨道 平稳前进 可是 东西人和妻子 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在这个档口 一个意外传来的消息 却让事态突然偏离了轨道 迅速滑向危险的边缘 这个消息 是东西人的一个朋友 告诉他的 我朋友 黑张的朋友 早上六点钟 全是看到他的 这是一个老公 比我人才要好些 要背一些 要高些 被这个包包 他就是看着这个男子 好像和他们的妻子 有什么关系 我去找路的农组 我闯着 我婆娘在送 那个老公 他喊得慢慢 只有早点转来的时候 我朋友闯着 我姐姐也看到 也看到他经常买菜 也在路 有手有小的 他说很喜欢 那个男人说 周女红自己 要去找他 朋友的这个发现 让董启林 如梦初醒 一下子明白了 妻子为何 如此坚决地 要求离婚 在她看来 妻子过去 对她的种种抱怨 其实都是谎言 不过是为了 演示这段 见不得人的婚外恋 那个男人听不得 这个妻子 我又会遇到 真的不来用人 但是后面 她一直没有找到 那个证据 一直怀疑 说她心中意证 一直把这个事情 放在心里边 放在心里边 一直放心不下 后来到最后 她就要去 她管一本事 到底她是好久 找到这个老婆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我听 我接受了 她说 把这个老婆 也刷起很久 掉后面的本事 放不下的猜疑和愤怒 让董启林无比纠结 不由得想起了妻子 曾向她隐瞒婚事的往事 董启林忽然觉得 自始至终 她的生活在 妻子编制的 一个个谎言里 如今 自己再也不能 忍受欺骗了 她对过那些 对过那些感情 唱我的节制 她说 还要帮我冬家 搞这种 以前我想去吃的 遇到喝了酒 没听朋友的全搞 她自己喝了一堆酒 然后自己 大脑一直发热 她抢了我的环弯 我就帮她 雕刻就抢了 我雕刻就要 怪碗都怪起来 因为我从胡家 我在这里开张 生意有点好 但是我一天不出去 睡到场上 一怪的 早一圈都开起来 因为我在手机 有数人找我 直接打电话 找我开张 她就想到 他们妻子这么 这么对待 所以她就 她就来 杀他们妻子的电脑 我如果 把那个老公调到 我准备喝下来 然后就想到 就去跟她妻子 和她的妻子 那个所谓的钳子 然后跟她杀掉 就这样 在董启林 被酒精烧昏的头脑中 一个罪恶的复仇计划 迅速成行了 2007年5月2日 天刚蒙蒙亮 东启林怀描描描手 东启林怀描右 悄悄来到 妻子住处的楼下 迎着微薄的蜀色 想到即将发生的 那一幕 东启林止不住 有些发抖 2007年5月2日清晨 怀着强烈的复仇欲望 东启林 早早来到 妻子住处的楼下 等待着 那恐怖一幕的出现 果然没过多久 董启林就发现了可疑情况 当时他准备对这个男子实施动手了 他有害怕的时候 给我拿不住 我也不敢杀 我怎么没清楚 我到第一次就干啥 他不动手 他那天就没动手 看着那个陌生男子渐渐远去 董启林一腔愤怒无处发现 回到家里 素来沉默寡言的他 却停不住的大声喊骂 我说老师感觉把他杀死 我说我个人听明白的 我真不敢 我们当兄弟之妹的 我们只能说双方权 才能够好 他同学我们的手 他说你那么要不得 他说你把你自己的心 打了一个 那个我让你做 然而对于自认为长期遭到欺骗 因而倍感屈辱的董启林来说 亲人的劝告已经无济于事 忍耐了几天之后 2007年5月5日晚上 董启林一意孤行 又一次偷偷摸到了妻子的住处 他在那里登后 登后守候 守了 都搬着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终于发现他的妻子了 平后女性那时候 我的时间 安全全给他杀死 他对他的妻子就动手了 我两个杀得一大 他往那边爬 爬不好又背上两刀 背上两刀也锁下去 然后那个踢坎 踢坎来的有人打麻烦 危的人太多了 那个店店老板在喊 他说他说杀人了 好 哥哥跑起来 跑起来过后我都把他拿开 我说拿开 我说你哪个要去呢 哪个感情能能成为一个做法呀 看着妻子惨叫着倒地 东西林意识到一切都无可挽回 他花风似的跑到楼顶 想要纵身一跃 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由于被及时发现 最终还是落入法网 案发之后 东西林的妻子在医院破旧 而他本人则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贵州省村义市洪花港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押入贵州省问安监狱服刑 通过观察和谈话了解 他那个人属于一个比较不善于言辞 而且不是跟他们一起的罪犯交谈交流 反正就是看到就是在健康里面 一个人吃饭看电视都不会被人交流 从我们改造对方这么多年 我感觉那个人不善于言谈 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通过平常我们这个直接管理干领 和他的接触了解 和他做一些这个事情工作了解到 在这方面他的事情压力还是很大 民警们发现了董起林的异常情绪 采取了包括个别谈话等多种方式 力图帮助这个性格内向的服刑人员 摆脱消极厌世的不良心态 实际上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在对罪犯开展 这个教育感受功告这一块吧 我们应该说从原来那种 比较大规模的普遍的这种教育的模式当中 也在逐步的在增加一些 增强一些就对罪犯过体的这种教育 针对他自己就是每个地方 有这些具体的情况 采取就是一人一侧 针对性比较强的这种教育 两年多的时间一晃而过 如今董起林已与妻子结束了婚姻 家中那两个同时失去父母的孩子 成了董起林唯一的牵挂 想看他们一眼吗 已经两年都没剪了 已经两年都没剪了 我看早期多高 想剪这么一眼 你两个什么时候会想起他 所以是每天都会想 每天就伤了个孩子 你这些一次做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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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 和董起林离婚之后 妻子很快就远赴他乡 从此没有音信 董起林的一双儿女 只能分别由他的哥哥和姐姐抚养 由于这两个家庭都不宽裕 董起林始终担心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 孩子的四岁其实都是在这个学习的年龄 担心到这个孩子 师父是上学了 他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问题 天主要跟着自己跟着我们 反正我们吃啥子 他吃啥子 但是这个小爸爸也不听话 他还是想他的爸爸 他这事情晚上睡错了 睡错的时候梦话他就喊 喊他的爸爸 孩子可怜 没得那个乍官 没得我在外面对他们那么好 因为我在外面经常要买零食给他吃 想那天买果东西 不想在超市里面买零食给他吃 以前他爸妈在的时候 他是用钱的 用你用钱的 他是用管的 现在两个孩子身后状况 当我没得在外面 我在外面以前对他们好 肯定我姐姐他们 我哥哥他们 我得给零食给他 我得买零食给他吃 因为他们自己都是三四个娃娃娃 很老婆 以前我们的小孩 跟着我们都是缓着 前面读书缓着一天的话 就是一块钱 就是那一块钱坐车啊 按那个按一时间 就是稍微早点时间滚走 姐姐姐夫一家五口 还带着董启林的儿子 就寄住在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 生活的困窘 缺失的关爱 据说是董启林的儿子 变得越来越孤僻 也开始有了些不良的习惯 我那个钱扣 扣到那个板垫上 几十块钱 只有他在那个地方 一转一个圆子 那钱都没带过了 不过我问他 那没问他 他都不成 我心里面很气啊 我想到打他来 还看他找你 都打他就看 都拿起一架打他就看 是跟我心 我只气得不血呀 所以你是打他也不死 骂他也不死 你打他骂他 也是 人家说你留在了他 这些猛了 他现在也没得办法 姐姐姐夫传来的这个消息 让董启林无比忧虑 自己的罪孽应该得到惩罚 但如果让孩子 也因此走上邪路 他这一生都将不得安宁 我想对我那个孩子 他还得好好地书 长大以后 我也想过这样 就算混在这里 他那个现在那个姑娘 那个大点的那个姑娘 现在在哥哥那边 在哥哥那边做书 那在那边 在那边 哥哥那边也带起 他一个人 现在一个人 也带起两个小孩 这是相当留意的 因为他做生意 生意不那么好 因为最近打过几次 都没打通 孩子 现在这种情况 什么环组一朝着你 我对不起他们 我感到很悔 对不起家人 我那个孩子 一场本该平心静气 解决的婚姻危机 却由于董启林的盲目 演化成了如今的局面 直到此时 他才深切感受到 当年是多么愚蠢 董启林极其的希望 自己能早一点改造出狱 结束孩子们 没有父母的生活 现在他的学位 主要就是一个成绩 能够得到成绩 我说成绩就是 在建议里面改造成绩 这个成绩 对了之后就能够践行 他希望 每一年的周期 能够有个好的成绩 把建议里面 多践行一些 罪犯和亲属的关系 毕竟是血浓一水 他再怎么样的 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犯罪 但他和亲人之间的关系 也是没有办法脱离开 我们在这个方面改造的话 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一个是在一些措施上 一个是安排一些工作 让他们尽量的有 积极改造 有一个表现的 一个平台 或者说机会 让他们立功 尽量受到表扬 然后提醒减刑假释 这些提供条件 我现在在这里 整体好好改造 整体活得 在一起 找着回家 与他们团结 这个地方 在我们这个地方改造 表现相当地好 他在这个07年 事内保护入境之后 到现在 已经得到一个中火结婚和五个经验表 到今年 11月份 就归于两个成绩了 承拔这个经验 算是第一次承拔经验 如今 董奇林的渔行 还有四年零六个月 只要他真心悔悟 回家已为期不远